被夸赞几千年的一鸟 为何说布骨鸟很残忍 实际本质卑鄙的无下限 每年的4月到6月份 总能听到熟悉的布骨布骨声 这是暴春布骨鸟 提醒着大家温暖的春季就要来临 万物开始复苏 布骨鸟有一些预知能力 能够预知农业的收成的好坏 一些有经验的农作户 会通过布骨鸟的形态 来判断经营的收成 但其中的真实还没有准确的验证 不过布骨鸟对农业 确实能够起到好的效果 布骨鸟的食谱主要是各种昆虫 在途经农田时 发现遭受虫害的农田 会贴心地停下帮忙清除 因为这个习性 布骨鸟深受农作户的喜欢 同时也被称赞了几千年的一鸟 然而当深入了解过布骨鸟的人 就不会对它有什么好脸色 并且会用万恩负义 卑鄙无下限 厚颜无耻等词语来形容它 为何要对一只鸟 用如此不堪的词语呢 是布骨鸟最有应得 还是误会它了 布骨鸟学名叫做大独鹃 主要分布在亚洲 欧洲和非洲大陆 主要分为四个不同的亚种 我国均有分布 最常见的是华东和指名亚种 外形看 布骨鸟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 跟班旧有些相似 整体主要为浅灰 黑色 白色为主 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外貌特征 因为叫声向布骨而得名 我国大部分的布骨鸟是下后鸟 冬季时会飞往其他国家 春末再来到我国进行繁殖 所以布骨鸟也被叫做抱春鸟 布骨鸟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可能就是爱吃松茅虫 这是很多鸟类都不敢吃的一种有害昆虫 布骨鸟一个小时就要近视一百多条的松茅虫 解决了让农作户头痛的虫害问题 布骨鸟遭人嫌 主要是其品性 习性 都说从感情观 可以快速判断一个鸟的品性 那就从布骨鸟对配偶的选择开始说起 5到7月份是布骨鸟的繁殖期 雄性布骨鸟会靠歌声魅力来吸引异性 在繁殖期的生物 遇到异性时都有个共同点 给予展现自己和异常兴奋 雄性布骨鸟又是唱歌 又是上蹿下跳的 作为一种调情手段 当雌雄布骨鸟伸出脖子 轻轻地看雄性布骨鸟一眼 那它们的孽缘就算解下了 听起来布骨鸟的求偶过程非常的随便 事实就是如此 布骨鸟没有固定的伴侣 在繁殖的季节都是随意的交配 没有一点责任心 当布骨鸟开始下蛋时 它们骨子里的饿就会展现出来 布骨鸟是不会自己筑巢给自己的后代的 它们更喜欢纠缠雀巢 享受现成的 把自己的蛋下在别的鸟类 同样有蛋的巢穴中 为了满天过海 会将巢穴里原本的一枚蛋丢下去 或者直接煮烂吃掉 原本的主人回来没有发现任何端仪 继续满心欢喜地孵化自己的蛋 殊不知 有一枚蛋 已经被卑鄙无比的布骨鸟礼毛换太子了 之所以说布骨鸟骨子里是带着饿 那是因为 当布骨鸟被孵化出来了之后 非但没有怀着感恩的心 夹起羽毛做鸟 出生的第一件事 就是开始清理巢穴里的蛋和幼鸟 将它们推下树 直到巢穴中只剩下自己 小布骨鸟这般作 就可以安心理得地享受独一份的关爱 以及不会被宿主发现 它跟其他鸟的不同 刚出生的布骨鸟 就如此这般心狠手辣 所以说卑鄙 网恩负义 厚颜无耻这些词 来形容布骨鸟 都是完全符合的 你们觉得呢